各位好 本組為專題製作聰明圖 落點感應器 現在就由我來介紹本組作品 落點感應器 在網球與球各大球類比賽當中 是不是常常因為選手的球數過快 而導致裁判的眼睛沒辦法做判決 區分出這是界內還是界外 這時候往往需要調閱監視器以及鷹眼 來進行重播的畫面 進而浪費許多的時間 也影響到選手的心情 我們落點感應器的感測器 主要是塗在邊線下方做一個感測 這是我們正規網球場的縮小模型 這是我們落點感應器第一代 我們單純只是在感測器下方 邊線下方做一個感測 這是我們落點感應器第二代 在邊線左右兩側各各側的感測器 來區分出這是界內還是界外 而為了這次的專題製作創意比賽 我們新設計出了落點感應器第三代 現在就由我們的主角來進行操作的示範 當今天球落我們界內的時候 我們的控制會發生出LED的燈光 以及公民氣聲響 還有語音的辨識 語音的辨識呢 可針對不同的國家 錄製不同的語音 而當天球落於界外的時候 我們的控制會發生出 語音的高聲以及綠色的風光 而當天球 球員的腳跟球同時落於感測器上的時候 我們的感測器 音量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這是因為我們感測器會讀取 球跟腳落於感測器上的時間 來做出正確的判斷 我們的落點感應器 希望能應用於在奧運或各大球類比賽當中 輔助裁判的判決 讓整個比賽節奏更為順暢精彩 讓看台區的觀眾 能開開心心的欣賞到一場公平公正的比賽 以上為本組落點感測器的介紹 敬請各位平生指教